好,大家早安 Online的第一姐妹,早安 今天我們來到歷代至上的第四章 我將來分段是一到二十字是一段 二十一到二十三是一段 然後二十四到最後一段 我給它一個總標題 這首總標題是信心、討告、得勝 信心、討告、德性 可能會以一堆人名為何看到信心、討告和德性 我們稍後進入內容就會知道 我覺得這張聖經從第一章讀到這個時候 其實這張是很重要的一章 因為這時候是以色列人他們回應上帝的呼召 要從秘魯之地歸回 然後要重建耶路撒冷、重建聖殿的時候 當然這個重建工程是非常不簡單、非常不容易的 你想想以前古代的工程的時候 這些人回去重建的時候 他們會是怎樣的呢? 其實他們是兩頭拉扯的 那兩頭拉扯就是一方面你要照顧自己的生計 你要賺錢的 另一方面又要去建造 今天我們做工程的話 就是因為有人工 我們去建造 我們建造的過程中不用休息、不用休息 因為這是你的工作 你會賺錢來養家的 但他們回歸的時候是怎樣的呢? 他們回歸到一個荒涼的地方 三餐一宿都要解決 可能自己的屋子也沒有 那你又要建造自己的屋子 又要建造城牆、又要建造聖殿 然後你還要吃甚麼呢? 可能你還要自己有一塊田去耕種才能吃 對吧? 因為以前跟現在不同 你要知道這個時候 耶路撒冷是被毀的 街市又沒有街市 要不然你用錢跟其他附近的人買糧食 要不然你自己種 他們回歸的時候帶來的錢 你會有一種坐食山崩的感覺 就是不斷用儲粗 然後你又要為這個城市重建 來付出 其實是艱難的 所以真的 那時候也有很多人 未必願意歸回來重建 因為他們在秘魯之地 反而生活得更加安舒 亦建立了很多東西 你要放下那裡回來這裡 那個代價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但是這張聖經的寶貴地方在哪裡呢? 這張聖經其實就是要讓他們心裡的信心 再次被建造起來 其實這張聖經是告訴他們 我們是可以的 我們是可以重建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神給我們的 我們當日這個應許之地 是神的應許 但也不像天上跌下來的餡餅 就落在你的手中 這麼簡單 所以今天我們要重拾先祖的信心 我們今天要重新取回這些地方 而我們是可以的 這就是這張聖經的信心圖片 所以它是一個對當時秘魯回歸 要重建的人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強心針 是一個鼓勵 但願這張聖經今天也成為 我們信心裡的幫助、鼓勵 也讓我們在神的國內 可以站得特別穩 特別如果你現在在職場裡 你覺得是艱難、是辛苦的話 求主釋放這張聖經的恩膏 進入你的職場裡 讓你可以在你所在的地方 可以堅穩地站立 信心滿滿 而且可以為你所在、為你的環境 為你現在的位置討告 神必定為你成就 但願今天這份恩膏也臨到我們 好 我們用這個角度來看今天這張聖經 我們先看第一個大段落 第一節 一直到第二、十節 尤大的兒子是法勒斯、希斯倫、加米、 互以索巴、索巴的兒子是利雅雅生、 雅哈生、阿戶買和拉哈 這是索拉人的諸族、以旦之祖的兒子是基斯列 伊斯馬、伊德巴、他們的妹子名叫哈色勒波尼 基多之祖是比魯伊勒、 護沙之祖是以謝爾 這都是伯利行之祖以法他的長子、護耳所生 好,我們先讀到這裡 這裡記載 尤大的兒子是法勒斯、希斯倫 然後一直數下去 前面那一章,我們提到大衛那一支族譜 大衛是猶大之派的 所以從他那一支來數 這張又回到猶大的族譜 但這次的重點不是在大衛的那條線 而是說到其他猶大族的人的情況 又是從法勒斯、希斯倫一直下去 數到剛才山姐姐也為我們分享 這裡提到誰是耳彈之祖 誰是耳彈之祖 例如耳彈之祖的地方 其實是地方名字 為何在這裡突然間有張… 本來前面那幾張都是數人名的 現在就將人名和地獄上關係 所以其實這個族譜很有趣 每次他都會有些微妙的變化 如果你不留心,就不知道他說什麼 原因是因為我們不是當時的人 我們不是以色列人 這些名字對我們來說是陌生 但是對於以色列人、對於他們來說 這些名字就不陌生 譬如很簡單 如果我們把這段聖經改成 譬如陳凱珊是旺角之祖 那你會立即就立即打開啟動 立即想起畫面就會出現 旺角是怎樣的 那裡是怎樣的 你就會發現原來旺角是他建造出來的 就是一個這樣的感覺和圖畫 好了,問題就來了 為何突然要把地名和這些人的名字結合呢 為何要提出這些人和地之間的關係呢 其實我提到這裡,你也會有一個感覺 就是把我們的名字和地放在一起 其實就是告訴我們這個地屬於我們 我們和這個地是有關係的 所以對秘魯回歸的人來說,這很重要 就是提醒他們,這個地跟我們是有關係的 這個地是你的地 你要回去拿回它 這是你的產業 當初這些地方就是你們先祖創立出來的 他們開宗立派地把這個地方傳留給我們 如果這樣也沒有感覺的話 我們再用一個圖畫 讓大家的感覺更深刻 譬如現在你在香港 你所住的地方 各樣東西 你知道我們香港也是彈圓之地 我們所住的地方就是大極有限 如果我告訴你 不是的 有一個地方是你的鄉下 雖然你從來都沒有去過 你甚至已經忘記了那個地方是甚麼樣子 但那裡有三畝地是你的 你明白嗎 那一刻的感覺就是 原來我有三畝地在那裡 這就是這一張聖經 要讓以色列人有這個感覺 讓他們可以真的拿起他們的信心 再次回來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分別是甚麼 或者重點是甚麼 這裡所說的這些地 以及這些地的 誰就是他的之祖 這些地當初是怎樣來的呢 兩個 第一是神給他們 然後他們尖溝分 但是更重要的是甚麼 這些地全部都是這些人打回來的 因為神將英許之地給了他們之後 他們是要打仗 趕出那些嘉南人 然後奪這些地方 所以是他們的先祖 負上一個極大的代價 然後打回來的 這個又很重要 因為這個信息 其實到了巴比倫 其實到了秘魯之地的時候 秘魯當中的人就會想起 其實這些地方是神給我們的 是我們先祖打回來的 今天我們不再打回去 為什麼今天我們不再打回來的地方呢 當時的這些嘉南人 這麼強大 嘉南七族 神可以幫助我們的先祖 把這些地打下來 然後遺留下來給我們 後來是因為我們不生性 是因為我們犯罪 所以我們失去了這些土地 我們被趕逐到列邦之中 拋來拋去 但是今天如果我們重新 在祝神的話 我們是否可以把這些地打回來呢 這就是 這段聖經的時候 開始記載這些人和地之間的關係的目的 是要讓這些以色列人的信心再次回來 今天對我們的應用是甚麼呢 今天對我們的應用是 其實我們要走先人所走過的路 這個先人所走過的路是甚麼呢 是一條熟天的路 今天你會看到世界對基督徒有很多的偏見 甚至有很多人說 你是基督徒,你不說謊 你是基督徒,你怎麼會這樣 你是基督徒,你做這些事情真的不像樣 你有想過這些說話背後的意義是甚麼呢 那個人明明未信主 為什麼他知道基督徒不能說謊 那個人明明未到教會 為什麼他對基督徒的品格有這麼高的要求 你做這些事情真的不像基督徒 他好像知道基督徒應該是怎樣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有魂彩一般的見證人 將他們的生命呈現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就算未信主的人 對基督徒也有很高的要求 就是因為他們經歷過 他們看過,他們聽過這些見證 好了,這些就是我們的前人 今天我們是否應該要效法他們一樣呢 以前他們為主打這些美好的仗 留下這樣的英雄事跡 這樣的榜樣 今天其實我們也要跟上 這個就是他們獨家報號的時候的感覺 所以今天我也很贊成 我們以前也經常鼓勵年青人 去看一些熟靈偉人的傳記 鼓舞我們的信心 我們的前人的信心是這樣走過來的 他們一個人可以帶來整個國家的悔改等等 今天這些心智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要重得這些信心的心智 這個俗譜寫這些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讓以色列人看見 他們先祖的心智是這樣的 他們在神的國度裡面是這樣的 以至於有一個土地被他們拿下來 將這個土地一路傳承下去 今天我們也要重拾這個心智來跟隨神 接著他就說 這也是巴利恆之祖以法他的長子 會議所生的 再一次提到巴利恆 因為巴利恆對整個以色列是非常重要的 到了這個先知書裡面也說 巴利恆以法他在猶大諸城中 你是最小的 但是君王要從理而出 這個君王是大衛 大衛被稱為巴利恆以法他人 但是不單是大衛 主耶穌 耶穌降生巴利恆 所以這裡也提到巴利恆 然後由巴利恆到這裡 他說這些都是巴利恆之祖以法他的長子 是互以所生的 所以連巴利恆都是在信心之下奪得的 所以我們要守住這些信心 第五節開始 他說提高亞之祖 阿詩戶有兩個妻子 一名希拉 一名拿拉 拿拉給阿詩戶生了阿胡薩 希佛提米尼 哈核斯塔利 這都是拿拉的兒子 希拉的兒子是洗裂所核 伊提南 哥斯生阿諾 所比巴 並哈倫兒子阿哈核的諸族 阿比斯比他更尊貴 他母親他起名叫阿比斯 意思是說 我申他甚至同苦 阿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說 心願你恥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 尚與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 神就應允他所求的 好了 在這堆名字裡 突然就彈了一個阿比斯出來 他說阿比斯比他的眾兄弟更尊貴 他的母親就為他起名叫阿比斯 阿比斯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 我申他甚至痛苦 這裡提到阿比斯比他的弟兄更尊貴 這個更尊貴 在希伯來文看的話 好像有一個雙重的意思 一來就是他的確 超脫了他的眾弟兄 變得更尊貴 他變得一枝獨秀 在猶太人的口傳的律法 泰穆德裡說到 阿比斯為何會比他的弟兄更尊貴 原因就是 阿比斯精通神的律法 所以是因為他精通神的律法 他比他的眾弟兄更尊貴 眾弟兄也要來他的面前聽神的律法 接受他的指導和管教 所以他凌駕在他眾弟兄之上 這個眾弟兄所指的 不僅是他的家裡的兄弟那麼簡單 甚至是他的同族裡的人 都以他為尊貴 因為要來聽他對神話語的解釋 所以這裡也讓我們看到一件事 原來我們謹守神的律例典章 我們熟悉神的話語的時候 我們可以居上不居下 作首不作美 阿比斯沒有提到他 究竟是在他眾兄弟裡排第幾 但是他就是比他的眾兄弟更尊貴 他就位列在他的兄弟 甚至是同宗同族的人之上 因為神的話語透過他釋放出來 的確是我們在舊月裡也看到 神的靈臨到誰身上 恩高在誰身上 他就起來做事師 他就起來做先知 非常有能力、有智慧、尊貴 這就是其中一個尊貴的意義 但尊貴這個字 希伯來文也有另一個意思 那個意思就是重 所以可能在他日後 因為他精通律法 所以他變得很尊貴 但在他出生的時候 這個精通律法還未臨到他 那麼他是怎樣的呢 這個尊貴的意思是可以解作重 即是說他是一個重磅的巨嬰 可以是這樣 他比他的眾兄弟更加健碩 所以他媽媽生他的時候極其痛苦 所以他媽媽才替他改名叫阿比斯 因為他說我生他甚是痛苦 因為他太健碩 因為他太健碩 又重又健碩 所以他媽媽生他的時候 生到半條人命 就替他改名叫阿比斯 就是我生他甚是痛苦 但這個小朋友長大的時候 就是鑽研神的律法 如果以色列人的傳聞是正確的話 他因為鑽研神的律法 所以他就向神祷告 這個祷告特別的地方在哪裡呢 他說神啊 他說神願祿賜福予我 擴張我的境界 首先他認定一件事 神是一切祝福的源頭 所以他說祿賜福予我 他知道神是那個祝福的源頭 源頭搞對了 這個源頭搞對了是甚麼意思呢 用今天六一一的核心價值來看的時候 就是先神後人在大地 這個重點他先捉對了 他知道神是一切的源頭 今天祂所經歷的一切事情 祂所擁有的、祂所失去的 祂所有的、祂所沒有的 全部都源於神 所以先把這個源頭搞對了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謙卑 因為祂知道今天祂所有的一切 祂高於祂眾兄弟的尊貴 不是從自己的能力而來 那是神 所以祂向神的討告就是 其實甚願這個詞在原文上沒有甚願 原文其實是若果的若 祂說若祢賜福予我 所以祂知道這一切的福氣是從神而來的 神啊,祂不如祝福我 這個就是祂的請求 第二句就是擴張我的境界 因為我們會問 為什麼祂這個討告看起來好像很成功神學 很注重成功之類的東西 那為什麼神也會聽的呢? 那麼奇怪 但是我們細心地看起來 祂說祂擴張我的境界 什麼叫擴張我的境界? 境界這個字其實就是領域 就是地域的意思 神啊,祂擴張我的境界 意思就是祂擴展我的新娘 讓我裡面的新娘擴大 以至到我可以承受更多的境界 這個境界其實就是土地 可以這樣看 這個時候 將這一節放進這段聖經裡 遲編我們也說 其實就是這個時候 在鼓勵以色列人要重建他們的地方 這些地方是他們先祖的實打實地打下來的 但是雅比斯的祈禱就是 神啊,心願祢擴張我的境界 讓我可以為祂打著更多的地方 得著更多的地方 得著更多的應許之地 這個時候 神在感動以色列人回去重建 所以這句話其實是摸著了神的心 這句話 這個討告不只是一個為自己出發的討告 這個討告其實是一個為神的國 擴張地土的一個討告 在這個討告裡面 等於如果今天我們將它應用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如果有一天你跟神祈禱 神啊,你將恩賜給我 我要用你給我的恩賜 為你得著未得之文 神你將信心給我 你將恩賜給我 當我得著這個信心、這個恩賜的時候 我要為你去到最偏遠的地方 讓人去經歷你的國 你覺得這樣的討告 神聽了會是甚麼感覺 你覺得這樣的討告 神是否會應用 這就是阿比斯的討告 所以其實阿比斯的討告 不是單純為自己的討告 我知道有本書叫《阿比斯的祈禱》 大家都很喜歡看的 因為那本書的角度就是 這個討告可以改變扭轉你的一生 讓你附足等等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是對的 不過這只是其中一個小的片段 我覺得更大的篇幅 我們應該看阿比斯的心是甚麼 他的心這個討告 其實是先求神的國 和神的義 所以神將這一切都嫁給他 這個擴張我的境界 不是純粹一個自私 肥自己壯大的宣告 而是為神奪得更多的地方 上與我同在 上與我同在 即是神的手不離開他 這個上與我同在的意思 就是神的能力在他身上 保佑我,不遭患難 不受艱苦 這個後面我們很多時候 按字面去看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他就是想平安 沒有任何的痛苦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為自己求富貴 求財、求名、求利 這樣的討告 但其實不是 因為他的名字是甚麼呢 他的名字就是我生他甚是痛苦 所以他的名字和痛苦是掛鉤的 但他這個討告 其實就是要斷開明治而來的就作 在這裡的意思不只是避開痛苦那麼簡單 而是就像擴張的境界一樣 前面有擴張這個字 意思就是他這個討告就是 神,你讓我勝過一切的困難 勝過一切的痛苦 所以這是一個得勝的一個討告 這是一個為神的過去擴展的一個討告 不是純粹為自己 讓我的名字的咒座不僅不能夠來到 甚至其實痛苦他已經避不開了 因為一出生 我媽媽都已經把這個名字給了他 你的名字就叫痛苦 一輩子都是痛苦的 每個人都叫他 也不明白這個媽媽改名字 真是神奇 這個小朋友成長的時候 每個人看到他都說 痛苦你去哪裡 痛苦喝茶 痛苦做了功課了嗎 所以他這個討告的意思就是 我要勝過這件事 在這個時代背景中 作者把阿比斯的討告放在這個族譜裡 其實就是鼓勵在秘魯的人當中 昔日有阿比斯 他可以捉住神的心意 討告的時候神就應勻他 多少的困難、多少的痛苦 他都能夠勝過 可以克服 然後為神擴張境界 今天我們呢 我們是活在一個安舒的環境中 還是我們得到阿比斯的心智 得到這些前人去攻城略地的心智 去為神重新建造神的國 這才是這個族譜裡帶給我們的訊息 好,我們繼續下去 十一節 蘇哈的弟兄基元生米克 米克是伊斯團之組 伊斯團生白拉巴巴巴西亞 並以拿克之組提欣拿 這也是加利人 基斯納的兒子是俄陀列西萊雅 俄陀列的兒子是哈塔 變羅泰 生俄弗拉 西萊雅 生格格 克 立恩人之組 若亞 他們都是匠人 耶霍雅的兒子是加勒 加勒的兒子是以路以拉拿安 以拉的兒子是基立斯 耶哈利勒的兒子是西佛西法 提利阿薩列 以斯拉的兒子是益鐵米列 以弗雅倫 米列娶法老的女兒 比提雅為妻 生米利阿薩米和以實提摩之組 益巴 米列又娶猶大女子為妻 生基多之組 基列 疏國之組 希伯和薩拿雅之組 耶穀鐵 何帝雅的妻子是拿含的妹子 他所生的兒子是加勒人 基伊拉和米家人以實提摩之組 士門的兒子是暗淋拿 變哈南提論 以士的兒子是疏黑與變疏黑 這次炸下去的時候 最光燈就會落到俄陀烈的身上 俄陀烈出場了 俄陀烈是誰呢 他是耶霍雅的兒子加勒的女婿 也是以色列人第一任的士師 當然一提到士師的時候 以色列人就會想起信心的寧袖 信心的偉人 按照神的心意起來 帶領以色列人脫離仇敵的手 所以這張聖經 其實再次提醒我們信心的重要 加勒更加是 加勒之所以在那個世代裡 能夠進入應許之地的其中一個探子 就是因為他另有一個心志 跟隨神 也是一個信心的榜樣 所以我說這張是一個信心討告 德性的篇章 就是這個原因 這裡將這些信心的人 一而再的呈現在以色列人的眼前 告訴以色列人 我們是可以的 但在這個俗譜中 第十七節之後 又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提到米烈取法老女兒 比提雅為妻 為何會有一個法老的女兒出現 當然我們前面都已經見過 外邦人進入神的家族的族譜 但這個又更加特別 因為她是法老的女兒 她不只是一個外邦人這麼簡單 而是公主 而且是埃及公主 當然我們有摩西 摩西是埃及王子 所以原來不只是埃及王子 還有埃及公主 也在這個俗譜中 但最特別的地方是甚麼呢 這個法老的女兒的名字 叫做比提雅 比提雅這個名字 其實是以色列的名字 比提雅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 耶穫華的女兒 法老的女兒 埃及的公主 竟然改了以色列人的名字 而且她的名號裡面 還帶著神的名字 耶穫華的女兒 是不是很奇怪 我們相信這個法老的女兒 她歸化了以色列 她離開埃及 進入以色列的國 而且她歸化進去 所以無論今天我們是外邦人 我們是甚麼人 只要我們願意跟著神 其實我們的身分都可以改變 以色列人被老的時候 她們有一個新的身分 她們成為秘魯者 在阿朔這個地方 但其實原來身分是可以轉換的 當我們再次回到神的國 我們的身分都會更新 我們的名字都會更新 這個法老的女兒 更新了她的身分 而且把這個法老的女兒 在這個記載是很重要的 因為埃及是一個很強大的國 但是堂堂公主也要加入神的國 所以這對以色列人來說 也是一個信心的古墓 你不要小看我們這個微弱 已經亡國的家族 你知道嗎? 原來曾經埃及公主 也要歸化 也要進入 所以我們要知道 這個族譜 這個神的國是多麼重要 有人願意放下一切埃及的榮華富貴 也要進入這個地方 那麼今天我們願不願意為神 放下一點點安書的生活 而進入神的國中呢? 好,我們再看下一段 21到23節 好了,我好像跳過了一件事 這裡有提到他們是… 有沒有提到還是下一段? 因為太多文字了 就是有沒有提到他們是匠人? 好像這裡沒有 不要緊,我們先去下一段 由大的兒子是尼加之祖 馬利沙之祖拉塔大和宿 阿實比族即世華報的國家 還有若敬哥西巴人 約阿斯薩拉就是在摩亞地掌權的 又有阿叔比利恆 這都是古時所記載的 這些人都是搖帳 是尼加英和基底拉的居民 與王同署,為王造工 接著就記載到 尤大支派裡面還有一些人 這些人的名字在這裡 他們是做什麼的? 他們是即勢麻布的國家 甚至是搖帳 為什麼突然又要提到他們的職業? 前面突然有提到地名和人之間的關係 現在又提到職業和這些人的關係 古代和現在最不同的是 那些技藝其實是代代相傳的 所以很簡單 約瑟是木匠,耶穌就是木匠 所以人們說他是木匠的兒子 紙、誠、婦、業 全部都是這樣 所以這是即勢麻布的 他們將這個勢麻布的工藝 一代地傳一代下去 中國以前也是這樣的 譬如有很出名的阿膠 誰發明了提名的阿膠的技術 一代一代傳下去 那個家族就顯赫到不得了 在醫藥行業成為為首之地 但是這些技藝不會外傳的 所以你看到這裡說到 他們是即勢麻布的國家 又是搖將 又是這些將人 而且他們是羽王同主 為王造工 即是皇室工匠 技藝非凡 為什麼要提到他們呢? 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話 聖殿如何重建? 誰懂得製造以忽德? 誰為大祭司製造他一生的大祭司的依袍? 所以這些人很重要 這些人保存下來 竟然在亡國秘魯當中 甚至他們秘魯到外邦 這些技藝仍然在外邦流傳保留下來 這些人要為神的國效力 所以你手中的技藝 其實這裡也等於告訴這些以色列人 就是神給你的恩賜 神給你的手中的技藝 你要用在神的國度裡面 我們等於說 原來這個族譜 其實是向秘魯的以色列人 發出一個呼召 這個呼召是什麼呢? 就是國家終於有暗毛給你 是你報效朝廷的時候 你得著這些技藝 其實也是神的祝福 將它用在神的國裡面 最後一段 二十四到四十三節 西面的兒子是 李姆尼、雅立、謝拉、素羅 素羅的兒子是沙龍 沙龍的兒子是米比纏 米比纏的兒子是米斯瑪 米斯瑪的兒子是哈姆尼 哈姆尼的兒子是薩克 薩克的兒子是師妹 師妹有十六個兒子 他弟兄的兒子不多 他們國家不如猶大族的人丁爭多 西面人住在比斯巴、摩拉大、阿薩斯瑪、 匹拉、以森陀裂、比土尼、河爾馬、 西格拉、帕馬、加博、哈薩、蘇薩、阿比利、沙拉欽 這些成一直到大衛作王 都時候是屬西面人的 他們五個城一是以坦、阿欽、臨門、陀建、阿山 還有屬城的鄉村 直到巴黎 這是他們的住處 他們都有家譜 還有米索巴、阿米勒、阿瑪謝的兒子、 約索海、阿西亞、阿底葉、 耶西滅、比拿雅 是非的兒子是世殺 是非是阿龍的兒子 阿龍是耶大雅的兒子 耶大雅是申利的兒子 申利是士馬雅的兒子 以上所記的人名都是作族長的他們的宗族人數增多 他們住在平原東面積多口去 尋找木放羊群的草場 尋得肥美的草場地又寬闊又平靜 從前住那裡的是含族的人 以上六名的人再由大王 希西加年間來攻擊含族的人的將棚 和那裡所有的米烏尼人 將他們滅盡就住在那裡的地方 直到今天 因為那裡有草場可以木放羊群 這西面人中有五百人上西爾山 適戀他們以士的兒子 比拉提基利亞利法雅和烏舌 殺了逃絕聖下的阿瑪利人 就住在那裡直到今天 一開始讀了一大堆的名字 這段聖經最特別的地方是西面 西面的支派 剛才山姐姐也有分享 在抗野的時期 他們的人口銳減了百分之六十 成為一個人數稀少的支派 事實上進入加南地分地的時候 西面支派的土地是在猶太支派裡面 不是黏著旁邊 而是被猶太支派包圍著 在猶太支派中間有一塊是西面的 本來西面已經是很弱的 這裡也提到 他們的人丁 就算是這個姓妹 最厲害的姓妹 有十六個兒子和六個女兒 但是她的兄弟的兒女不多 各家各族加起來 跟猶太相比 就不像猶太人丁興旺 這就是西面的情況 不過 在這個族譜裡面 又再次把西面支派的人名 和地名相互交叉 但是這個強調的是什麼呢? 這些都是第三節後半 她說 這是他們的住處 他們都有家譜 這些地方原來是屬於他們的 他們有家譜的 這些產業一直持守著 一直遺傳 一直傳到今天 雖然在秘魯 雖然是怎樣的時候 但是你可以找到這些家譜 找到這些地 這些業權還是清清晰晰晰在這裡 接著34節開始 就是這一段最精彩的地方 因為它又列出了一堆人名 這一堆人名 其實就是在秘魯當中的人 但是他們的名字寄了下來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38節 他們說以上所寄的人名 都是作族長的 他們的宗族人數增多 這些人名原來是西面支派的族長 他們仍然稱自己為族長 但是這個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已經是秘魯了 但是他們在秘魯當中 他們繼續做族長 而且他們的宗族人數增多 竟然在秘魯的時候 他們反而人數增多 成為強盛的族 不單是人數增多 他們還要做了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們去尋找這個木放羊群的草場 因為他們是遊牧民族 找到之後 他們就守在那個地方 這個地方從前是誰是誰的 但是現在被他們奪了下去 所以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就是我們四十三節最尾 直到今天 他們守著這些地方 直到今天 以色列其他支派 其他人 就是猶大國亡國之後 他們都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因為被老 被遷移等等 唯獨是西面 直到今天 他們仍然守著這些地方 而且人數不斷的增多 在亞瑟的高壓統治之下 他們反而人數增多 而且不單是守著這些地方 而且不單是守著這些地方 還在這些土地上的領域擴張 是否像亞比斯一樣 亞比斯在土告之中 但是這個西面族 他們真的在這個情況下 逆線地成長 抗疫成功地增長 並且守著這些土地 所以當這個俗譜寫到這裡 這些在秘魯當中的以色列人 當他們要被鼓勵 被呼召 回去重建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 作者是想告訴他們 以西面人作為一個榜樣 他都做得到 他在我們人口當中 本來成為幾乎最少的支牌 但是他可以逆史上升 可以守著這些境界 並且在艱難當中增長 今天你和我也可以 弟姐妹 今天你和我也可以 今天我們都要領受西面之牌 這一份的因果 在職場裡 就算有高壓 就算有困難 我們可以為神的角 逆線上升 得著這些地方 讓神的名號在外邦人當中 在全地被尊榮、被高舉 求助幫助我們 讓我們今天都領受 《力道至上》第四章 這份信心、討告、得勝、擴張的印告 Amen 作詞 兄、姊姊妹 我們一起來到 讚美敬敞我們的神 我心願你,似乎與我大大擴張 我的境界每秒每刻 與我同在,保佑著我 不遭患難,不受艱苦 我心願你,似乎與我大大擴張 我的境界每秒每刻 與我同在,保佑著我 不粗患難,不受艱苦 神就應吻下彼師,同樣應吻我 神誰聽我門很高,恥與恩典 或經生產同錯,但你好心生命 張堅神大愛,滿心感恩贊你 當我知道第四章 是阿比斯的祈禱 因為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一打開YouTube,肯定有很多你的歌 我可以很輕鬆 奈何 很特別 我真的沒有想著,想著隨便吸一首歌 都告訴阿比斯的歌 Youtuber如何 我真的有一個經歷 我真的要祈禱 為甚麼呢? 試完 我上個禮拜五晚 上個禮拜五,回了教會 然後吃完東西,回到家裡 然後星期六、星期日、星期日 回到公司 我明明說,我下禮拜五 下禮拜五,下禮拜五帶了些事 去幫公司做 拿了支票去交電話費 那我問電話費呢? 那張票呢? 原來我應該星期五已經不見了 不見了,不知去了哪裡 那一刻完全… 總之又埋怨,又內疚,又自責 加上Janny的提點 不斷提點 那一刻已經更慘了 更加慘了 然後大家靜下來 最後真的是祈禱,很感恩 邀請Oson仔,我的兒子開聲祈禱 他用簡單,好像阿比斯 簡單清心,單純的祈禱 然後我就發信息 我說,我失去了一個檔案 裡面有歌譜或結他鍵,不要緊 但最重要是有公司的東西 很奇妙,有人回覆 Pauline說,你的檔案 我看到了,就是希伯倫窗台 我心想,已經是星期一晚了 我星期五也不知去了哪裡 經過星期六、星期日 星期一我奇緣好,很想發信息 原來有人看到 那我就很感恩 昨天拿回來 昨天我也不敢怠慢 馬上去做公司的事 神是聽祈禱的 所以到今早 Pauline最後一科考試 考他覺得最難的數學 他也知道祈禱有力量 捉住我 他說,爸爸幫我祈禱 我心想,臨急很... 但是不要緊的 知道小朋友有信心 去到神的面前,祈禱交託 神一定會帶領祝福祂的 Amen 所以其實我心裡有邀請的 就是唱這首歌的時候 大家要問一下自己 我最近的祈禱 是為甚麼祈禱呢? 神有沒有應允我的祈禱呢? 我心裡有意念 希望大家,弟兄姊妹都去思想 未成仇的,繼續去擺上我們祈禱 成仇的,我們去感恩見證我們的神 我心願你 慈福如我大大擴張 我的經驗每秒每刻 與我同坐 學步有著我 不遭患難 不受艱苦 我心願你 我心願你 慈福如我大大擴張 我的經驗每秒每刻 與我同坐 保佑著我 不遭患難 不受艱苦 神就應運下秘詩 同樣應運我 神誰聽我門託告 治癒恩典 或經生產同坐 我心願你 我心願你 但美好生生命 將謙神大愛 滿心感恩讚你 我心願 我心願你 至福如我大大擴張 我的經驗每秒每刻 與我同坐 保佑著我 不遭患難 不受艱苦 神就應運下秘詩 同樣應運我 神誰聽我門託告 次與恩典 或經生產奉錯 但美生生命 將天神大愛 滿心感恩讚美 神就應運 神就應運下秘詩 同樣應運我 神誰聽我門託告 次與恩典 或經生產同坐 但美生生命 將天神大愛 滿心感恩讚美 神將貫窮 跨越時空 他的志而無法察動 逐步名詞衰多 物樂歸離賽亞 萬西君王舊村 帶我進入history 神將貫窮 跨越時空 他的志而無法察動 逐步名詞衰多 物樂歸離賽亞 萬西君王舊村 帶我進入history 神就應運下秘詩 你同樣應運我 神誰聽我門託告 次與恩典 或經生產同坐 但美好生生命 將天神大愛 滿心感恩讚美 將天神大愛 滿心感恩讚美 將天神大愛 滿心感恩讚美 感謝主 讓我們來到他面前 從這代到那代 萬面不停送走 從這次到這次 萬面還人生子 從你過到你把 自尊崇尊 你回還 夠唱哈利路亞 自千拜神 要真 永遠能力 要将拥有本地 归给耶和华 他命说他的地 拥有归给他 不分种族国家 起身来颂养 在宝座前 高举双手 大将救ono 从这代到那代 万民父天送走 从地币到地子 万民派人生子 从你过到的 Bern 起尊重的布 Olivier 高声哈了少亚 此前拜彼Great 从这代道那代 万面狐 rus 送 真 从地帜到地址 万面欢迎神仅 从你过道立法 只尊重你为我 高唱哈利路亚 千千百地释 从这代到那代 万民不停松散 从地起到地起 万民怀然先起 从雷国到雷霸 其尊从你为我 歌唱哈利路亚 祈敬拜米赛亚 哈利路亚 主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主啊我们都要来敬拜祢 主啊祢要在全地被尊崇 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就用感恩来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列国列邦都要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米赛亚 主啊祢是伟大的神 主啊祢是奇妙的神 神啊祢是咒诅变为祝福的神 主啊祢是米赛亚 祢是再来的君王 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今天历代之上的第四章 第九节 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 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 意思是我生他甚至痛苦 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 圣愿祢赐福于我 扩张我的境界 常与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难 不受艰难 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这一章让我们学习信心的祷告 亚比斯的祷告 我们像亚比斯一样 来求告 让神来扩张我们的境界 寻求神的同在 并且寻求神反转自己的生命 同时我们也要 明白神是主权的神 亚比斯 他比众兄弟更为珍贵 是因为他精通律法 凌驾在众兄弟之上 当他以明白神是 祝福我们的源头 有先神后人在大地的顺序 神就也求神来扩张 我们的境界 扩张我们的生量 能够承受更多的 更广的境界 他为着神的国来寻求 不是为着自己 我们先求神的国 神的意思 摸着神的心意来祷告 神就会带领我们 就会祝福我们 神就常常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有一个得胜的祷告 就是求神的保佑我们 不知患难 不受困苦 跨过一切的困难 去为神来做工 好不好 今天早上我们就 我们就学习 亚比斯这样子的祷告 我们不是为着我们 自己要得到什么什么 而是去明白神的心意 为着神的国度来求 或者今天早上我们就来 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看看神要带领我们 在哪一个行业 为神来扩张 求圣灵这一刻 你就来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 能够更加明白你的心意 谦卑地来寻求你 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是神的祝福 都是我们的源头 都是神 让我们能够摸着你的心意 去为神来 神的国来扩张 抓你就来 今天早上你就来带领我们 圣灵你就启示给我们 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什么地方 能够为着你去扩张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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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 神啊你是好得无比的神 主要我们真的要来到你的面前 谦卑地寻求你 神啊我们知道真的自己是 自己是做不到 什么都是 没有你我们 离了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的神 神啊你亲自来带领我们 你让我们更加来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主要你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合你心意的 主要无论你让我们往哪里去 主要我们都愿意往哪里去 神啊神你来扩张我们的境界 主要你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能够为着你的国度 不怕困难 不怕遭害患难 也不看环境 主要我们就单单的单单的愿意 单单的单纯的来跟随你 求神你与我们同在 你保守我们 你圣灵每一天来引导我们 让我们走进你的心意当中 为你去得着更多的 神你要得着的地 主要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走进你的命定当中 主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当我们今天在看历代至上的四章的时候 好像刚刚牧师跟我们所分享的 除了有阿比斯这个信心的祷告之外 其实我们看到 当经文一来的时候 又在数西缅支派 西缅支派其实是一个很微弱 是一个弱小的一个支派 甚至当年他被分地的时候 他只能够粘着犹太族来分到少少的地 但是今天当经文下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西缅支派 纵然是很微弱的一个小小的支派 但是神也能够用一个这样的蝙蝠 去纪念西缅的侯蕊 神仍然有一份的恩典 在这支派里面 是在人的看来 他是美不足道的 他甚至可能会觉得 不被看重的 但是神却将一份的祝福 一份的应许之地 仍然给他们 特别的是西缅不看自己的那份微弱 他仍然在秘老了 在一个很困境的里面 他仍然可以有信心 胜过眼前那份艰难 胜过眼前那份荒凉 甚至他可以 由五个子马来扩张 有很多的族 这个是西缅支派的力量 西缅支派可以得到扩张那份特性 可否我们同样 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常常都会觉得 我们自己都是微小的 我们好像做一些东西 都影响不了什么 我们一样有这份心态 或者常常挂在嘴边 我们都会觉得 我们自己是一个小鸡 但是今天透过 《历代智相》四章里面 我们看见 纵然西缅是一个小小的支派 但是当他面对秘老 他仍然可以得胜 特别像刚才所分享的 是的 神都纪念在不同行业里面 我们仍然都可以 为着神的国 我们同样可以来被使用 这一刻我们就为着我们这份 有这份信心 拿着好像西缅支派这份信心 我们同样可以在我们的各项 各业来作炎作光 我们为着有这份红声开口来祷告 是的 主要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主要是你今天让我们去看见 西缅支派 在过去的里面 仍然是一个弱小的支派 但是神你都一直带领他们 你让他们有一份 支取你那份属天的信心 仍然他们眼见看见的 是一个荒凉之城 荒凉之地 但是主要当他们 真的以信心来走上的时候 主要他们真的为你的国来奋斗 为神你的义来奋斗 他们可以得着的是一个肥美的草场地 是宽广的 是平静的 主要甚至他们可以让他们的后裔 更加的宽广 主要你同样的让我们今天 无论我们在职场的里面 我们看自己都不是微小的 我们仍然可以为着神你的国来作供 让神你的名字在我们的行业里面 是大得尊荣的 甚至用我们的自身来在我们的行业里面 让人更多的认识神 认识神你的名 认识基督你的样式 主要你来为我们加力 你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 同样我们的眼光看自己 不是看我们地上的身份 不是看我们地上的身份 而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份的眼光 看我们就是神你的耳垒 神你的指纹 我们就要在我们所在的地方 所在的领域 同样去为神你来作供 让更多身边的人 可以因着闻到神你的那份的轻香 而更渴慕 认识你 主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你今天让我们透过这一篇经文 让我们同样可以得着 好像如同亚比斯那份的信心 如同西面指牌那份的信心 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地方 所在的领域 要起来为你作更多的供 神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我们最后尾 我们也为了 我们在明天或后天 我们也有我们新裔的小组长按纳礼 甚至有我们的入会礼 同样的 其实这一群有维护之心的一群小组长 他们都在他们所在的位置 都是起来来去牧养身边的人 这一份其实也不看我们自己是微小的 他们每一个都是用他们的生命来影响身边的生命 我们同样也为着这一群准小组长来拜上祷告 让他们在神里继续来建立 甚至用他们在支取神的力量 可以在牧养的路上更加得力 我们同声来举手 为着这一群准小组长来祷告 祝我们感谢祝你 祝我们感谢祝你 祝你让我们可以有牧养这一份美好 祝你也同样的 今天我们也要为着这一群准小组长来献上祷告 祝你让他们可以在你的里面 来去支取牧养那份的能力 让他们可以在牧养里面尝到那份的甘甜 主要我们也不看自己是微小的 纵然可能我们只是做一点点 甚至可能我们真的做的真的不多 但我们同样也愿意有这个起来牧养的心 主要你就将你的福来 临到这一群准小组长的里面 同样你也让你的恩典临到他们的里面 就如同当日你让西面的支牌 去得着所有的地 肥美的草地同样 今天神啊你也要将这一份的祝福 临到这一群小组长的里面 祝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听我们的吐告 奉主明求 阿们 历代至上四章十节 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 心愿你赐福与我 扩张我的境界 尚与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 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四十二节 这西面人中有五百人上西耳山 述恋满的事以示的儿子 彼拉提 尼利亚和污蝕 杀了逃脱圣下的亚马力人 就住在哪里直到今日 无论是西面人 无论是亚比斯 他们都为神的角度 扩张境界 神应允他们 应允一个的祷告 亦保守西面人 住在那些地方 直到今日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有同样的心志 为神的角度 扩张自己的身量 扩张自己的境界 为神得着更多 亦都为神守着 神给我们 应许之地的境界 圣灵你帮助我们 将这样的信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要让我们可以 成为你手中的器皿 愿你的角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帮助我们 扩张我们的境界 让我们为你在这个世代 作美好的见证 主你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早神讨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